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欢迎来到98新闻台 你也说这边是非要不可 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受要要 礼拜三新闻三条线 雷倩时间在我们现场 当然是雷倩雷伟员 雷伟员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一早就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新闻 其实昨天下午就知道了 那就是我们台南新盈医院的北门分院 这个附设医院护理之家 附设的护理之家 发生的这个有人认为的纵火 烧死了12位的老人 那真的是这个事情 自己呢也不晓得应该要先讲什么了 我想这样好了 我们先默爱一下 我们应该要表达 对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最无一的时候 在这么悲惨的状况之下意外的丧失 那我们就默爱一下好吗 好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不是重新开始 是我们刚刚对于这 这个12位老人呢 表达一起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怎么样 哀伤 因为老人家已经在病痛的当中呢 在医院里面这个住院疗养 其实已经非常的 怎么讲 所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我们所对于护理之家 或者什么什么安养愿 而且生好病死本来就是在最痛苦 最末期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的这个 他没有办法善终还面对了这一场恶火 我想这种叫逃生慌乱之际啊 各位如果像我这个长期跑社会新闻 看到了这样的你会知道那现场是你 你不能够去啊 你很难去同理 所谓的同理是因为除了你怯身之痛 你曾经遭遭难过 否则你是很难啊去同理的 因为你不晓得那个痛有多痛 而且那个老人是有些人是没办法动的 没办法动 然后在看着火这样子 那个烟火这样子一直蔓延包围着你的时候 那种非常无助 无助感是是很强烈的 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 就想到说今天的台北 或是全台湾的媒体会怎么处理它 第一个呢 很多人就会去讨论那一位 已经被警方去积压的67岁的 这个癌末的男生 那么另外就会有很多人去做 消防安检的检查和以及讨论 因为的确我们的医院呢 是非常不安全的 尤其是像晚上的急诊啊 或是什么 他都是门户洞开 我见过不少的急诊的 值班的这些医生 他们到后来发生人生安全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角度一定要讲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间曾经说过 我们目前国家在讨论的老年制度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年的照顾的制度呢 是一个照顾机构 长照机构的补贴法 将来政府会去补贴很多的长照机构 那么新营的Nursing Home 这个护理之家就是英文翻过来的 他就是顾名思义 他其实是长照机构的一种 他所收的都是重症的 或者是在比较家庭无法去处理的这样的失能 失去自己行动能力的这些老人 那么这个重症之家或者是说 失能老人的收养照顾之家呢 据我看起来他的人力是非常非常不足 当然 他看起来只有八名护士 对 那么所以八名护士会不会变成我们国家未来啊 长照机构补贴法 因为他现在叫长照法 长照机构补贴法上路之后 很多的年老的老人在家里不能照顾 送去机构的时候所受到的待遇 我觉得是这一把火烧起来的一个警讯 让我们能够防围杜鉴 能够更早的时候就去考虑将来的老人之家 应该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规范 无论是他的硬体设施 逃生设施 以及他的医护 他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标准之下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机会呢 台湾有一句 就是平常我们都是灾难到的时候 事后来检讨 检讨完以后就无疾而终了 可是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都会死 所以那个最后一步 你每个人都会经过 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的警讯 因为12条人命 绝对不可以白白的丧失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可以让我们回头来思考一下 将来的长照机构 要做些哪些规范 设立什么门槛 还有他的软硬体 包括像护士的人力 要怎么样去配置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我觉得不能去苛责 我真的不想去苛责什么 因为对于一个癌末的这个纵火的嫌犯来讲 他我们大概可以这个比较能够理解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酒病啊 他就厌世 他厌世的时候呢 他还不想自己就是自己了断 自己还去跑去纵火的这个事情 这个这一段呢 哇谁能够预料 我想是没有办法任何人可以去预料说 然后你现在去想说 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追踪啊 或者什么 那个其实 那个检讨没有意义 那没有意义的 意外都会发生 然后特殊异常的人都是会发生 对 就像那天不是有一个人 这个老龙虎被这个箭 那个箭就突然不知道 从哪边飞过来的箭 真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 无法想像 你在这个社会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 因为人是一个群聚的动物 所以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尤其是像那种都市丛林 那你真的不会知道说 你的隔壁邻居啊 现在住了一个什么人 昨天才搬走 那可能隔没多久呢 又搬进来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人 你完全真的不会知道 对 那像这样的这个 我们去探讨说 哎呀你要去怎么样 这个是无济于事的 只是说好 那你这个硬体设施 跟你这个造物之家 里面的这个软体的管理 那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来检讨 尤其是我们 你看 来加强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劳退制度的时候 是 通通都是当初匆忙上路以后 现在要来收拾的后果 对 如果说我们现在 要很快的去推一个长造法 那么如果它真的是 像现在的走向 它不会去补贴在家跟社区 是 它反而是大量的去补贴长造机构的话 那这一把暗夜的恶火 真的可以烧出我们一个警讯 我们在制度上路之前 就要把这些事情想好 而且你看 它如果说它只是补助这种长造机构的话 它这个是会有点像是鼓励说 是个导引啊 是政策导引 你会鼓励民众或者是逼迫民众 把你们家的老人以后呢 就往那个地方去送 因为你在家里面它是没有补助的嘛 对 对不对 或者是它补助的很少 很少嘛 有的时候它 比例不同 有的时候它只补贴喘息照顾 就是你们家人应该照顾的 然后也许我一个月补贴你几天的时间 可以有人来做喘息照顾 是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哦 几乎所有的这种照顾 都对家人补补贴 哦 好 譬如说 假如说有一对父母亲 他们发生了很大的经济问题 是 那么他或者是他出了别的事情 如果他的舅舅要来照顾这个小孩的话 是一毛钱都没有 哦 是 可是如果我把它放到了一个政府的长造机构 或者是政府有那个寄养家庭的话 对对对 他每个月有一万多块钱 当然要有 所以说 就使得我们这个家庭的功能 本来家庭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防护网 我应该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的这个 这个小朋友呢 带到这个舅舅家去 他在亲人中间是受到最好照顾的 可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经济补贴 甚至他们有的时候 本身就是因为经济弱势的关系养不起 可是我们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要逼迫他 要把孩子交出来 到机构去 或者到寄养家庭去 我不是说 现在在做的人都没有爱心 只是说我们的制度 在思想的时候呢 有那种传统的观念说 家庭本来就该自己照顾的 所以家庭可以照顾的呢 国家就不要照顾 可是你相对的 你就剥夺了这些孩子在家族里头 或者在社区里面被照顾的机会 因为你政策引导了 你的资源引导了 你的预算引导了 所以说 这种啊 这种后面的会养成什么呢 就是人格形素的问题 因为你在家族里面 你被你的妈妈 阿嬷 毕竟他是你的长辈 现在是大家都没爱你啊 对啊 你就被丢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 那个人格的形素上面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事情 非常类似啊 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的一个社会安全网里面 其实应该有一个家庭安全网 那么新加坡他就大量做这个事情 以前我也讲过啊 新加坡的年轻人如果愿意跟父母亲同住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候 政府就会让你优先去选大的组屋 就是大的房子 对 然后他也会让你呢 优先去住离城里面更近的大组屋 这样很好 这就是鼓励你的家族的功能能够发展 是不是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国家跟社会的那个最小的单元啊 其实就是家庭 你为什么不用这好好的把这个家庭把它健全好 而你要另外去设一个机构 那那个机构他会 他能够去替代你的家庭的这样的功能吗 其实不行 对 而且我们现在 完全完全是不行 这些补贴的结果就是 我们剩下很多的核心家庭 就是父母亲跟孩子 是 我们越来越少的那种大家庭 就是扩张的家族啊 所以说 像这些这个事情啊 我相信啊 后面的 就很多的媒体啊 或者是很多的那个 谁一定又开始在骂啦 就在查说 哎呦你八个人而已啦 你要照顾那么多啦 那你要怎么办 院方是你有疏失啦 什么什么 OK 你去查这些什么 你要去讨论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你后面呢 后面你是不是在针对我们后面 像刚刚刘伟员所讲的 未来你长远的这样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制度跟机构 你在设立的时候 你的标准在哪里 你是不是有要再去看一看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再去做通盘性的检讨 要做什么游戏规范的规则 对 因为其实将来的长照机构 大家都知道他会是盈利的嘛 嗯 所以你既然让他们可以盈利 而且社会政府呢 也会把人员跟资源付给你的话 是 那一定要对你有一些条件的要求 对 事先做比事后做要好很多 好 OK 那今天这个呢 我想我们也默哀 但是我希望这个不要经常发生 嗯 这个说实在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最惨的一次 这个老人这个等于是招呼机构 对 的这样的一个火警 死伤人数那么多 我想 呃 赖清德这次 这样我想 啊 算了 这个 再去谈到那个又又开始 不他是医生 他应该很了解这个情况 对对对对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其实呃 想要谈的一个是 我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啊 没有很深入的去谈 去 去关心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 嗯 在14天 对 在14天 11月6号投票嘛 对 那现在呢 已经进行了三场辩论了 对 对于外交 对于经济 总统啊 然后呢 诶 我先讲一个 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他们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 这个 已经播了二十几年的一个 儿童节目 嗯 儿童节目呢 他们这个儿童节目呢 对于每一切呢 历届中共大选呢 他们都做一个投票 就是小朋友嘛 让小朋友来投票 对对对 看到这个 对 那小朋友呢 大概有将近60万人 的这个小朋友呢 就进行这样的投票 然后呢 几乎每一次呢 几乎都很准 所以说变成他们的这个意向呢 是一个指标 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意向 是一个指标哦 所以这一次呢 三场辩论完结束之后呢 发现欧巴马赢 嗯 而且大胜 65% 大胜 比35%领先那么多 你的看法怎么样 不因为是罗姆尼爷爷 跟欧巴马叔叔 你觉得孩子会说谁 爷爷跟叔叔 但是中间有一个 这个两个世代 我先讲一下 他虽然说很好玩 他有个道理 我们做选举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个 我们做选举研究呢 时常要去研究 18岁到24岁 因为他18岁可以投票 18岁到24岁的这群人士 第一次去行驶他的投票权 所以他是属于叫做 entering cohort 他是进入选民结构的 然后他会一直投票 到他六七十岁八九十岁 那如果说你去找那些很老的人 他们是会离开的选民 所以你当然要早早的去研究 那个要进入的选民 进入的 对因为进入的选民 他就会将来成为中间选民 而成为老年选民 他会在这个选举的结构里面呢 分量很长 这个叫入门款 对我们就买金饼干嘛的时候 都有个入门款 你先从他入门款开始去研究 这些人的一个 所以你要研究他的政治意向的话 通常我们研究 18岁到24岁 那这个节目他更小 所以你可以了解 那个未来的入门选民 因为他们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嘛 比例就越来越高 所以他们代表的是 未来的意向 不过这真的是不太公平 就是再说一遍 也是欧巴马叔叔跟罗姆尼爷爷 那小孩子当然会去投那个 比较看起来 比较有活力的叔叔嘛 可是都这样子嘛 可是因为他前面几届啊 就是预测都很准 就是他们这儿童的意向 我在想是不是 因为他们的儿童呢 会影响到他们的父母亲 就说会不会父母亲也会跟 看看这个小朋友呢 对于他们的一个看法 怎么样 然后他小朋友也许在看节目的时候 也会去说出他们的性命的想法 但有时候父母亲疼爱小朋友 他就好 那我就帮你投好了 你要投谁 那我帮你投 儿童有两个在研究这个儿童叫做 叫做什么 崇拜人物啊 在aspir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里面 有两个很大现象 第一个呢 他会崇拜现任者 就是现有的权威人格 那总统在四年级以前的小孩来说 都是他认为第一的 就是有崇拜的 所以今天的欧巴马叔叔 他既是年轻 又是现任的总统 他是他在权威人格中间比较容易被崇拜的 所以有两票在这里 那只有一份在那个 跟零份在罗姆尼叔叔 这就用这两个标准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选民的研究不意外 但是我们来看 这次我刚才跟俊耀在节目前就讲过 你去看以前美国的总统大选 是跟我们那个马英九 跟蔡英文辩论是一样的 两个人站在那边 然后有一个提问团来提问 提问的时候你几分钟我几分钟 就算时间低音到时候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近似电视名嘴的辩论 对不对 他是由一个人提问 他事实上只是去确保你的这个事情是顺利的 然后每次挑了一个题目以后呢 嘿总统跟候选就这样做着 然后他们可以互相打岔 甚至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辩论里面是没有的 他们可以互相打岔 甚至互相争执 就像一个电论的电视的这个脱口秀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形式使得他们的准备必须要更充分以外 他让人们可以更深入的看到这些 并不是事先预习好的那些说辞 因为他是活的 对 他这很活的 他是风险性高的 就比方说 你容易讲错的 对 所以说第三场的这样在讲 那主题是外交的时候 当罗姆尼他对外交政策真的是不了解 在讲的时候呢 进来又开始讲到预算 他又讲预算 他想要去用预算的部分去切入外交 结果那主持人就说 对不起离题了 我们讲好了这一题要讲的是外交 对 这个是外交 你现在又讲的是又去讲到预算 因为什么 因为罗姆尼对外交不行 他只能够在财经或经济上面去做他的 发挥他的火力 可是当他又发挥火力的时候呢 主持人马上给他灭火 交了一桶冷水说 你在做什么 现在是讲外交 不是讲经济 我觉得就很活 但是辩论的结果呢 CNN的POL是48比40 就是48%的人认为是现任的总统赢了 却有40%的人认为罗姆尼赢 所以在罗姆尼的阵营来说 只要这一场他没有被打垮 他就赢了嘛 还有分数 因为对方是现任的三军统帅 是国家元首 是全世界的领袖 我只是一个挑战者 48比40 虽然看起来输了 但是输得还蛮光荣的 对但是呢问题他在经济的那一块呢 他却赢了欧巴马哦 我要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进入 为什么小孩子的眼光里面看到的是 是欧巴马 是这个是可以崇拜的对象 是只有这样子吗 欧巴马任内击毙了賓拉登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想在小孩子心目中 他一定认为他是一个大英雄 那是只有这样而已吗 那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来听雷倩的委员来分析 好欢迎来九八新闻台 就要受邀要要新闻赛道线雷倩实践 在我们讲当时雷倩的委员 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来进入欧巴马跟罗姆林的辩论 他们两个好像是拳击赛 是是是 非常精彩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拳击赛的 的内容的之前 我们要先看这个拳击赛所所在的位置的场地的干嘛 印尼设施好不好 可以容纳多少人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 那个他们这一次所选的这个投票时间 为什么怎么那么巧 11月6号是他们要中选大选 是固定的 固定的 11月8号是中国的这个 18大 对18大 这个会不会感觉上太近了 美中也是两大强权 在这个时间同时要做一些 所以我们上回在你节目中才会说 美日的联合军演在东海 要在11月6号到17号中间是非比寻常 是 因为哪里有在 11月5号到17号 哪有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来做 那日本可能会觉得 这个全世界正在动荡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因为可以趁虚而入嘛 是 对 趁虚而入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没有时间来管他 这叫趁虚而入 OK 就美中各个 这些主要的领导人 大家都在看国内 国内的事情 所以说国外事情 他就 那这日本实在太坏了 心机佣尽 好 那 不过就是说美国的大选呢 就是固定的日期 它是在11月的第一个礼拜二 然后同时呢 它的时间就是 在以前本来是要决定要是礼拜一啊 还是礼拜几 可是要大家能够有机会去旅行回去投票 好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是每年固定就是Election Day 就是选举日 好 他是每一次选举都是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可是每一年 有的时候是5号啦 6号啦 7号啦 8号 他会动 可是是一个礼拜二 好 那让大家能够有这个这个机会呢 旅行回去 因为美国很大 对 或远广阔 那所以你要让每人都能够回去行驶 那这一次的 所以美中的这个同时间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做这个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交接 嗯 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所以他就是在 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全世界的大变局 这跟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很有关系哦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国际局势 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最后一题 嗯 是中国 嗯 好 不光是说从2009年 G20之后 嗯 我们就说全世界是个两大强权的时代 可是这个两大强权的时代呢 还是隐含着代表了传统的以发达社会跟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对抗 是 所以说中国大陆虽然是G2的另外一个G 嗯 可是他所代表的是那个开发中国家所有的主张跟利益 是 那么美国呢 则代表的是以开发国家的主张跟利益 嗯 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要观察的是 嗯 欧巴马是出乎意外的tough 嗯 就是说你现在国防外交总是连在一起的啊 所以他代表的是这个外交讨论里面他一开头呢 对于中国大陆做了高度的指责 嗯 他说他们是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嗯 他用倾销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国内工人的工作权 嗯 那么同时呢 他在嗯 全世界做了非常多不合理的竞争 嗯 对于美国几乎是把他当成一个贸易上面的敌人的这样的口气 嗯 来处理他 是 那么接下来他所讲的东西里头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强 强大的啊 是 强大的指责以外 他再回来述说了他自己在贸易上面在过去这些年中间 创造了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在贸易上面的成绩 是 相对的罗姆尼的开场白跟欧巴马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 好 呃欧巴马一开头就是直接指责指责指责 嗯 觉得中国是一个不当扩张的经济体 嗯 呃罗姆尼他说中国大陆跟我们都希望是有一个稳定stability 一个稳定的环境 嗯 同时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创造就业机会跟国际贸易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并无不同 嗯 我觉得接着他当然就讲中国大陆呢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现在他们拥有了全世界16个trillion的各国的外债 其中有那个一个trillion是美国欠他的 嗯 另外他讲了说他们在全世界呢也有在人民币上面 他的汇率啊是过度的贬异造成了不当的竞争优势 就是说了他呃在各个国家去偷窃他们的科技 嗯 然后他说他们对于这个智慧财产权呢并没有足够的尊重 所以他在其他的国家去贩售假的美国制造的产品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指摘 可是他前提呢是说我相信他们也要稳定和平 是 要用经贸来促进他人民的福祉 是 他们要发展 所以我们一定跟他们有对话的空间 嗯 所以你可以听出这个差别 嗯 一个是说这些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邪恶的对手 嗯 那么我们要用更高的手段来对付他 在讲完了对方是邪恶对手以后 欧巴马直接接着就说 请他们不要忘了我们美国呢是一个太平洋的主要权力 嗯 Major power 嗯 那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说一个主要霸权 是 而且我们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主要霸权 嗯 好 我们会跟他其他的这个贸易手段贸易伙伴呢 去创造不同的贸易关系 嗯 以降低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力 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TPP 马英九总统不是说我们要进入TPP吗 嗯 嗯 它其实是新一轮的经济围堵主义中间的执行方式 嗯 就是美国过去的围堵呢是用军事来围堵 是 所以在太平洋他有很多军事的合作 在南韩驻兵啊 在日本有美日安保 以前对于台湾有共同协防条约 嗯 他以前在菲律宾驻兵 他本来有很多的围堵中国大陆的这种军事同盟 嗯 可是这一次欧巴马在这个辩论中讲的很清楚 我们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以降低中国的扩张的影响力 嗯 TPP就是经济唯独主义 嗯 相对的 中国所做的 比如无论是东盟加1加2加3 都是一种新的经济联合主义 它有点像是合纵跟联合 嗯 是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世界上面的经济的变局 所以他讲这一点 嗯 另外呢 他还说我们的军事武力足够 这是欧巴马讲的 足够来保持在亚太地区啊 船只的和平通过 这就跟我们相关了 这就是南海东海的船只 他说去保 确保他们的free passage 自由通过 可是今天并没有不自由通过啊 对 那他 这自由通过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 把他是不是 掩护他跟日本啊 来做一个联盟 然后来去围堵中国呢 他只不过是变了一个戏法而已 是不是这样 对 这是所以我们才说 21世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经济上面的对抗 嗯 那么经济的对抗要上纲到用军事的手段来处理的时候 他终于要经过我们在节目中讲过的道德动员 嗯 你得在国内中间呢 先把对方做 把他描绘成一个 邪恶的 邪恶的对手 该打的 所以 因为很危险了 我们需要有和平通过 是 free passage 对 我们需要有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 对对对他要讲和平通过 他就不能讲说大家呢 这个嚣张的 就是说他一定要把那个保护的对象呢 或他想做的事情呢 把它美化 嗯 他是一个正当性的 对 可是听众朋友一定要听说我们今天真的没有不和平通过 嗯 今天哪一艘船你碰到冰险吗 只有索马利亚的海盗嘛 对 海盗是大家用那种就是警力去制裁就可以了 军力可以去制裁他们 他们海盗本来就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嗯 嗯 可是现在呢 欧巴马讲的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是一个major的pacific power 是一个太平洋的权力 可是事实上就是霸权啊 太平洋的霸权 而且我们会是一个更重要的太平洋霸权 所以你明明白白看到他的军事的布局 跟他的经贸后面的动机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所以然后他说他是霸权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这种讲话里面的话语里面 你们不要欺负我 你们其实他的内在是嚣张的 对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今天讲和平通过 我们刚刚列委员讲了 我们并没有不和平啊 今天并没有 你看哪些传传在路上 因为兵容战火使得他走不了 没有嘛 没有这事嘛 那他欧巴马这样讲变成有点 我认为啦 变为欲加之罪 嗯 他先把那个地方描绘成 哎呦是这样子哦 这个就像像不像他们那个 利比亚使馆的那个事情一样 根本就没有民众去包围 他们使馆啊 对 是恐怖 恐怖分子去攻击他们 但是并没有那个群众去包围啊 对 根本没有 但是呢 欧巴马也骗了他们全国的 的老百姓 嗯 说是因为受到 怎么暴民包围啊什么 他们才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 呃 因为出动军力啊 代表你的国力的延伸 到别人的领土或领海 你一定要有高度的道德正常性 给自己一种合法 对 而且要人民才会支持你 哦 而且大家记得以前在整个的中东发生海湾战争的时候 他说有 WMD叫做大规模毁灭武器吗 也是 啊 打完了这么长的战争 没发现 没找到大规模毁灭武器 嗯 可是当初如果不是说对方有大规模毁灭武器 我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要先出兵的话 他怎么可以得到内部的认同 对 怎么可以得到国会的授权 让中共去宣战 是 甚至那个战争是在联合国都还没有同意之间 他就先打了 是 所以任何一个领袖 如果要对其他的人去发动战争 当然我们不是说美国现在就要发动战争 可是在这个辩论中 欧巴马他所表现的是一个强人的 强势领导的 嗯 非常有决心的三军统帅 嗯 嗯 他说呢 中国跟我们正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战争 而且抢夺了我们的合法的工作权等等等等等等 接着他马上就切入的是 他们要重返亚洲作为新的霸权 然后呢 维持和平通过 而且说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了 他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 你看从以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来制造他们入侵 讲 讲座心塞有点抱歉 攻打啦 攻打 攻打是很公平的 对是攻打 都给他们自己很多的正当性的理由 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给他们自己 所以一直到现在 你看他们在处理亚洲事务的时候呢 他一样用这样的一种 一种方式 这方式 难道 没有人看得懂吗 雷倩就看得懂嘛 对不对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来继续来分析 好 欢迎来九百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受邀要要 雷倩内委员 在我们现场 雷伟员你好 受邀要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所以说欧巴马跟拉姆尼的 这一个 11月6号的总统投票呢 你这样看起来 他们两个人的胜算 是跟小朋友看到的 百分之六十五 目前看起来 还是欧巴马有迎面比较大一点 那这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花了比较多时间 去描述欧巴马的几个主要的主张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未来四年 美国会是怎么样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的想法 就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的行为 哦 OK 那感觉上欧巴马是应该 可是在经济的问题上面 拉姆尼还是贏他 拉姆尼还是一个商人哦 对 而且Romney他原来的公司是Bank Capital 是比较好的 我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个 在商业上面也具有道德的一个公司 他今天所讲的包括说 认为中国也是一个需要和和平稳定 会跟我们一样希望经过经济繁荣 来创造就有机会跟人民福祉的国家 这些地方都非常的理性 是 不过很可惜看起来 还是现任的优势 会让欧巴马继续的获得执政权 OK 好 那如果欧巴马持续继续了 继续未来再继续执政的话 那我比较关心的啦 应该是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 那他对于整个亚洲 甚至当然我们是台湾是亚洲的一小 一小一小点 那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他未来会改变亚洲的态势吗 当然亚洲最大的就是中国嘛 对不对 那这个因为欧巴马现在所执政的政策的方向 未来亚洲的态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嗯 我们可以做三个按照他今天跟这几次的辩论中间所表达的中有三个很很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一个呢他会对于中国大陆做比较多的贸易制裁 贸易制裁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反倾销反垄断 另外一个就是智慧财产权权 包括像我们前一段日子关于面板的这一类的判决或者是诉讼的可能会继续的增加 都很重耶 然后他会继续增加 因为他希望利用他的科技的研发呢创造一种竞争优势 所以第一个在贸易上面会有比较严峻的一个形式 对于亚洲以及对中国大陆 第二个呢他今天也特别讲过 他说美国的货币是在1993年以来 对于我们国际贸易最友好最advantageous 就是最有利的一个状况 所以从这句话你可以读出来 他会继续进行货币战争 他会继续希望用弱势的美元 去创造他们出口的一个竞争优势 所以我们一边看到的是贸易制裁 一个看到的就是货币战争 第三个在他今天讲完他很清楚说 我们会是一个亚洲的大的重大的霸权 那么同时呢他在这个地方 一边要保持ship the free passage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军事行动 包括他的比较重的这个海上武力 在亚洲不论是东海或南海 从印度洋以来的这一代的活动会增加 那么同时他说他会跟其他的 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他讲得非常清楚 Countries other than China 所以他会跟其他的国家呢 继续去进行伙伴 贸易伙伴关系 所以他应该会是用TPP来执行 美国长期在战略上面 就是在军事战略上 所做的叫做 就是扶针制度 就是像这个车的轮轴 他希望以美国为轴心 就是一个轮轴 然后产生一个一个的双边关系 那TPP也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在贸易上的制裁 金融上面的继续的对抗 希望有弱势的美元 以及增加在本地区 美国的出现 他在美国可以在各个地方 在各个事务上面 大量的参与跟出现 当然这个参与中间最后就是介入了 所以看起来在欧巴马的大战略里面 亚洲是他保持美国经济成长非常大的一块 而这一块的成绩 最后是依存在经济上面围堵中国 战略上面呢 增加他其他的经贸伙伴关系 这两个主軸上面 那这样围堵中国的话 那我们台湾会不会稍受到波及呢 台湾的大战略是要紧紧的拉着美国 包括现在金普通告去美国 然后袁建生回来做国安会 所以马英九虽然说亲美有日和中 但他真正的大战略是紧紧的拉着美国 所以如果说美国能够有效的执行这些战略 那台湾几乎是在一个经济附庸的状态 跟着美国走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经济领袖 对这件事情是会担忧的 因为我们实质上的经济是跟着大陆走 不是跟着美国走 我现在讲就是实质上面我们是跟着中国啊 所以政治领袖想要跟着美国 经济领袖会跟着中国 所以我们会在这两集中间一直在摆盪 不过我要说呢 台湾过去的例子都是经济领袖赢的 OK好 那希望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会希望欧巴马赢还是拉姆尼 应该是欧巴马赢定了 可是拉姆尼的 可是拉姆尼的 你希望谁赢 我觉得拉姆尼的表现非常的好 这样子啊 那我知道雷剑的意思了 今天非常感谢内衡运动现场 谢谢 谢谢